这里是辽宁新闻 晚上好 今天是2019年8月1号星期四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月1号 辽宁省庆八一军政座谈会在沈阳召开 北部战区司令员李乔明出席会议 北部战区政治委员范肖俊讲话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主持会议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8月1号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 继12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叫开 陈秋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8月1号 省政协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夏德仁主持会议并讲话 我省积极调整外贸结构 稳定传统市场 开拓新兴市场 提升经济效益 上半年 全省外贸出口 在结构改善中实现增长 各地举行多种活动 庆祝八一建军节 共化军民雨水情深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进行时 朝阳市切实改善水环境质量 葫芦岛市两个垃圾填埋厂完成改造升级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8月1号 辽宁省庆八一军政座谈会在沈阳召开 北部战区司令员李乔明出席会议 北部战区政治委员范潇俊讲话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主持会议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范潇俊首先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走过了92年光辉历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军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共同见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伟大斗争中底力奋进的伟大实践 范潇俊指出 今年以来 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紧抓双拥共建不放松 深入落实优腐政策 办了很多大事 好事 实事 有力支援了战区主战任务完成 范潇俊强调 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更加自觉地续写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新篇章 一是 主战不忘大局 紧盯主战 坚守初心 紧抓备战 牢记使命 二是 主战不忘宗旨 为群众利益义无反顾 当先锋打头阵 三是 主战不忘靠山 坚决走好军民深度融合之路 四是 主战不忘本色 维护文明之师 威武之师良好形象 以一流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陈秋发向多年来关心 帮助和支持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驻辽部队全体官兵 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 92年来 在党领导下 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了卓越功勋 长期以来 北部战区党委机关和驻辽部队全体官兵 牢记人民军队宗旨使命 在圆满完成各项军事任务同时 积极投身辽宁振兴发展各项事业 以实际行动谱写了《雍正爱民》新篇章 陈秋发指出 今年以来 郭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省经济即2017年实现筑底齐稳 2018年实现稳中向好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政治生态总体向好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陈秋发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更加重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更优服务保障练兵备战 以更大力度支持部队改革 以更实举措推进军民融合 以更高标准抓好佣军优属 推动双佣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主持会议 周波等省级沈阳市领导 徐经年 罗毅昌 石正路 妙文江 蔡立山等部队首长出席 本台报道 8月1号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 继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秋发在讲话中指出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巡视巡查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坚持问题导向 提高做好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能力和水平 坚定不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陈秋发强调 要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特点规律和实践要求 推进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一是要突出巡视巡查政治属性 紧盯做到两个维护这个纲和魂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 二是要紧贴振兴发展中心工作 聚焦落实省委一加八系列文件 聚焦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落实各领域三年行动计划 聚焦打赢三大攻坚战开展巡视巡查 着力发现和解决贯彻落实中的突出问题 三是要积极推动巡视巡查工作创新 坚持从实际出发 在谋划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和上下联动上有新举措 向创新要成效 四是要做好巡视巡查后半篇文章 抓好对问题整改落实督促检查 为巡视巡查党组织 四是要履行好巡视巡查整改主体责任 确保整改质量 五是要强化巡视巡查制度建设 形成整体监督合力 不断完善制度并抓好执行 六是要加强对巡视巡查工作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 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履行组织实施责任 巡视巡查干部要讲政治强素质 敢担当 善作为 守纪律 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 会议以定时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廖建宇主持会议 并就大力加强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建设 提出要求 省委常委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陆志源 宣布省委第八轮巡视组组长 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各市 县 市区设分会场 本台报道 8月1号 省政协举行 不忘初心劳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省委不忘初心劳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夏德仁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结合各自职责分工 对照初心使命 围绕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进我省基层一氧结合工作 我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 贯彻落实情况 加快完善我省养老服务体系 推进我省煤改电清洁能源供暖 和加强政协机关建设等方面 就开展调查研究的情况深入交流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夏德仁指出 要不断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 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在辽宁落实落地 要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 要坚持问题导向 真正把情况摸清楚 把症结分析透 要坚持结果导向 切实把调研成果 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办法措施 夏德仁要求 要加强对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 健全调查研究长效机制 切实落实好历届形势主义 官僚主义的要求 使调研的过程 真正成为加深对党的 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 成为密切同人民群众 血肉联系的过程 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要认真总结 推广一批好的对策建议 使振兴发展的各项措施办法 更加完善 本台报道 按照中央稳外贸的一系列部署 我省积极调整外贸结构 稳定传统市场 开拓新兴市场 提升经济效益 上半年 全省外贸出口实现增长的同时 出口结构也有所改善 今年以来 盘锦海关因地制宜 打造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 支持优势农产品品牌升级 增强出口竞争力 盘锦大米时隔15年 再次走出国门 钓尔河蟹占据韩国市场 95%份额 河蟹种苗首次出口香港 盘锦海关为企业上门提供 检验检疫技术支持 指导企业准备相关的证明文件 确保出口农产品技术要求 报关 出关 检验 流程的简化 通关的速度特别快 据海关统计 今年上半年 全省出口总额达到1543.4亿元 同比增长0.4% 盘锦 沈阳 盈口 安山 丹东 五个市进出口呈现增长态势 其中盘锦同比增幅高于目标38.6个百分点 从出口产品结构看 机电产品出口总额724.7亿元 增长8.4% 占出口总额的47% 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 为加快出口产品转型升级 大连重工依靠科技创新 不断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 目前企业已拥有专利500余项 产品遍布91个国家和地区 那我们现在上两年突出的重点 就是在智能化升级上突破了很大 十多台的订单 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智能化升级 达到了用户这种痛点这种需求 所以技术的创新最终 给我们带来了市场上的拓展 产品竞争力的明显增强 为实现出口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 上半年 我省对韩国 日本和东盟 三个传统出口市场出口额都在增长 对俄罗斯出口增长28.5% 对阿联酋出口增长达到162.3%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高位运行增长11.5% 从市场主体来看 外商投资企业仍是拉动我省出口的中间力量 民营企业出口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上半年 民营企业出口总额584.6亿元增长3.6%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37.9% 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随着民营企业外贸快速增长 市场主体活力将进一步提升 推动全省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 也将更加强劲 本台报道 八一建军节前夕 省领导周波、于天敏、崔丰林 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和优府对象 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质疑 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 周波来到驻锦州某部 与官兵亲切交谈 对驻辽部队为辽宁振兴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他希望部队全体官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大力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把驻地当故乡 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推动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立新功 随后 周波看望了伤残军人 宋广学、张雅梅夫妇 宋广学参加过辽审战役、平津战役等 八次战役 张雅梅是入朝志愿军 周波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二老致以节日的问候 表示敬意和感谢 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 切实关心伤残军人的健康和生活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做好服务保障 余天敏首先来到沈阳市优腐对象邓业强家 邓业强2011年因在部队执行任务时 不慎从飞机上坠落 被评定为因攻八级伤残 余天敏送去慰问金和节日问候 叮嘱当地干部 一定要关心照顾好伤残军人的生活 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随后余天敏来到空军93277部队 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部队广大官兵 为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做出的突出贡献 希望部队继续发扬雍正爱民的光荣传统 加强军地双方联系 在优腐对象石景林家中 崔丰林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其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致以崇高的敬意 随后崔丰林来到武警辽宁省总队机动支队 对他们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他表示 地方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的 关心部队建设 切实为部队办实事 通过军地双方共同努力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报道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92周年纪念日 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 庆祝八一建军节 共化军民雨水申请 盘锦市举办不忘初心 军民同心共续雨水情 牢记使命军地携手 共筑强军梦文艺演出 400多名退役军人代表 用歌唱朗诵七月等表演形式 申请欧歌伟大的党 伟大的祖国 伟大的人民军队 铁岭市银州区 领东街道文会社区 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座谈 共同回忆火热的军营生活 截日里 丹东的朝鲜族群众和官兵们 一起做泡菜 打年糕 开展千人办饭等活动 复兴迎口举办庆八一文艺演出 葫芦岛市开展携手共建庆八一 我把鲜花送给您 插花培训活动 参加活动的都是部队官兵的家属 一件件匠心独具又饱含深意的插花作品 为军人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锦州市群文精品走基层 飞移项目展风采 文化志愿服务基层型活动 来到武警锦州支队 慰问武警指战员 府顺市顺城区葛布街道新地彭改社区 为辖区内62名退役军人 佩戴光荣的红花 铁岭县为老军人 86岁的王洪青和85岁的何振强 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丹东组织议诊队伍 走进宽点长殿镇画树电子村 为退伍军人开展议诊活动 本台综合报道 沙阳市于洪区成东湖街道阳光100社区 成立于2010年 有居民3万多人 这里人员成分复杂 困难群众多 管理起来难题不少 社区书记宋翠玲 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4年了 他始终坚守一条信念 只要坚守初心 做好每一件事 就会影响一群人 凝聚一方心 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大家就把自己想 想用的 自己想中的都说出来 然后最后咱们折中一下 那边那一片 就是那个土地不是那么太好 大伙儿把 可能把树做 把树做 一大早 宋翠玲就和南里关小区的居民们 商令小区公共绿地的最新规划 明年如果开除 我们有条件 如果能给大家买点是更好 如果买不了 看看能不能跟谁要点也行 我们也努努力 南里关小区是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 几年前 园区内杂草丛生 还有不少居民的违建 和在公共区域私自开辟的菜园子 刚开始社区准备拆除违建规划公共设施和公共绿地的时候 一些居民并不理解 面对大家的不理解 宋翠玲带领着工作人员每天到园区讲解拆除违建的必要性 同时协调有关部门为园区安装健身器材休闲桌椅 很快 昔日的老旧小区变了模样 看到绿色心情说得还挺好的 环境搞得相当不错 宋书记现在比较满意 在说实话 宋书记是宋翠玲最喜欢的称姑 在她的心里 宋书记意味着大家对她的信任 对党的信任 为了这份信任 她每天的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 住在南里关小区的居民王玉贵 今年90岁 女儿患病 家庭情况比较困难 宋翠玲了解情况后 经常上门看望老人 就是眼睛不太好 看你都看不起 就看你两个 白内障是吗 好 那能做手术吧 我们给您联系一个 就是我们区的一个眼科医院 她呢 可能做这种白内障的手术 成本非常低 在社区 像王玉贵这样的居民 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关心和照顾 除了乐意管事 宋翠玲还主动找市管 了解到社区的老人 没有什么业余活动 宋翠玲就根据居民的兴趣 组织了乒乓球队 合唱队 京剧队 多个团体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卫生方面啊 活动方面啊 特别的这个出色 我最起码我不愿意搬走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 有一句话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那么我们做的这些工作 可能也很有意义 所以有的时候 老百姓的一个微笑 老百姓的理解 那么我们也很有这个成就感 我们社区人员的出行和使命 其实就是服务好老百姓 反台报道 朝阳市高度重视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针对大陵河西枝断面 水质超标的问题 认真研究细化整改措施 确保改到底改到位 朝阳市迅速行动 调查发现 陵园市原污水处理厂 处理能力不够 导致污水直排 影响了河流水质 陵园市污水处理厂 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5万吨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 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针对调查组提出的问题 朝阳市投入1亿1615万元 建设陵园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目前生化池与二陈池 购筑所需材料正陆续进场 年底前将通水试运行 在新水厂建成之前 咱们建设了一个 临时性的污水治理措施 利用耗氧爆气的方式 通过爆气 把水中的COD 氨氮 总林一些污染物进行降解 目前来看 河道水质有所改善 尤其是相比去年同期 水质有明显好转 朝阳市持续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的 建设和投入力度 去年实施了 建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 提制改造工程 工程除了对原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改造外 还新建了悬流沉沙池 验缺氧池 并增加了脱淡储林系统 经过半年的调试运行 我们污水处理厂 已于今年5月份完成环保验收 储水各项指标 均打到一阶一标准排放 其中COD和氨氮 已经超过一阶一标准 打到地表四类水标准 经过我们处理的水 现在正在作为城市景观水使用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 超阳市水环境质量 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是在全省率先建立了 市县乡村四级的核长体系 并且编制完成了 480条10平方公里以上 河流的一核一侧治理 及管理保护的方案 并且对市行政区内 所有的入核排放口 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追溯了排放主体 建立了排放口的名路库 为有效地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目前 朝阳市306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 群众举报投诉案件 已全部消耗 318件回头看案件 已半截317件 21项反规意见整改任务 完成整改17项 达到叙实进度4项 本台驻朝阳记者报道 葫芦岛认真落实 环保督查整改任务 坚持例行例改 中央环保督查组 转办问题中 涉及的两个垃圾填埋场 已经完成改造升级 2017年 葫芦岛市分别接到了 中央环保督查组转办的 关于葫芦岛新城市 阳安乡磨石沟垃圾填埋场 垃圾渗滤液直接入河 污染下游龙王嘴子村等 数十个村庄的饮用水的问题 关于葫芦岛新城市 白塔乡清水村附近 有一个大型垃圾场 周边塑料袋遍地 垃圾没有掩盖 臭味扰民的问题 新城市高度重视 为彻底解决 城市垃圾处理问题 加大财政投入 对红牙子垃圾填埋场 和清水垃圾填埋场 进行彻底改造升级 在填埋之前 主要是气味方面 对百姓的影响挺大 闻着有一股臭味 今天生活的臭味当中 确实挺难受的 在填埋之后 这个味也没了 那个苍蝇和蚊子油 差多了 确实挺好 这事确实给您照顾 挺好 新城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厂 在改造中 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规范作业 采用艳阳式卫生填埋工艺 同时配备装载机 铲车 摊瓶和消沙等设备 肾滤液处理车间 采用先进的处理工艺 处理肾滤液 将达标排放的肾滤液中水 用于厂区内消防 道路洒水降沉和氯化灌溉 新城市白塔乡清水村 生活垃圾填埋厂 封厂工程 可以极大消除 原垃圾堆厂存在的安全隐患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该工程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 符合相关规划 封厂工艺合理 符合垃圾填埋厂 封厂规范 总平面布置合理 无明显环境制约因素 封厂工程实施后 有力改善了当地的环境 据了解 目前葫芦岛新城市 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厂 运行状况良好 日处理生活垃圾约200吨 日处理渗氯液50吨 满足了新城市 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本台驻葫芦岛记者报道 7月31号 沈阳市审核区法院 对被告人翟某某 严某张某某 三名被告人强迫交易 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 以被告人翟某某为首 究极被告人严某 张某某等人 以收购和自营的 车辆货运公司的名义 欺骗车主将车开到公司捡车 强迫了74名车主交费 共计人民币88万余元 考虑各种名目 收取各项费用 费用当中包括了 检车费 代交的保险费 还有场地费 学习费 如果不交费 那么就以威胁不检车 扣押车辆 和车辆的相关营运手续 强迫车主进行交易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翟某某 纠集被告人严某 张某某等人 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判处三名被告人 有期徒刑三年 两年六个月 一年 缓刑一年等刑期 本台报道 好的 感谢关注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